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又到了我们今天早盘的时间 首先浏览一下亚太地区的开盘情况 亚太地区开盘多数时间上升 跌的比较多是新西兰、巴依斯坦、泰国 加的比较多是印度、韩国、台湾、塞兰卡 目前马股是小幅上升2.37 涨幅在0.16 从今天早盘来看还是比较强势的 有上冲 但是很快 在10点15分就跌破了黄线 开始转向 一会儿到10点55分之后 如果还没有转上的话 当天收十字或收阴线的概率就增加了 前面我们看到跳空高开之后的一个十字 今天属于决定市场未来向上还是向下的关键一天 前面这边出了一个大阳线 今天能否收一个阳线变得非常壮了 大部分为止是一个上一线比较长的十字 当然目前是刚开盘不久 到收出之后如果能收一个阳线就不错了 如果收不了阳线 收阴线基本上倾向于横摆震荡或者是继续下跌 接下来就看一下趋势的状况及资金的状况 趋势来看有翻红 但是蜡烛也比较小 下面没有吵架 说明只是短暂反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马股开盘到现在目前的旁边特征 马股开盘到现在为止是收在了又12.69 占0.24 其中时间上升的股票是559支 时间下跌的股票是274支 实现平盘的股票是349支 从赚钱向上来看基本还是不错的 以及从整个行业的表现来看 大多数行业都实现上升 其中账富脚弹是technology以及healthcare 这两个行业又继续在领账马股 construction今天有出现1.19%的上涨 但是对于construction呢 我们要去注意是否只是一日游 还是可以达到三天以上的领账 没有三天以上的领账呢 很难成为领账的行业 目前来看呢 还是technology以及healthcare的领账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两个行业 一个是information technology 今天呢基本上是在上工 早盘上工比较厉害 目前是倾向于横摆 从确实角度来看呢 向上都能减弱 庄家有出现 目前来看账富脚弹呢 是0094 0169 069043 基本上是之前涨的比较多的那一波 目前跌富脚弹呢 是0034 0154 0086 那关于0134呢 基本还属于下跌为主 庄家在不断的萎缩 那0094呢 来看呢 今天中间有增加 而且第一天方红 0069也一样 0069也一样 0043呢 今天是调整完了之后 继续上升 但是庄家增仓的比例比较小 0028呢 今天庄家大幅增仓 0040也是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healthcare healthcare整个行业的表现 基本上是跟指数差不多的 早盘充高 现在目前是在回落 目前这一波的上冲呢 是比较乏力 不过从整体的趋势来看呢 不错 上都能在增加 而且主线有翻红 下面的炒家呢 是没有明显增加 但是散户在明显减少 现在领帐housecare行业的是 7153,5168,7081,7106,0163 其中今天最强的是7153 今天帐幅是4.34 庄家呢 有持余增加 所以这个是比较强势的 5168呢 继续延续它的上升 只是今天帐幅呢 就缩减了 庄家有继续增加 所以这是比较好的事情 接下来像7106呢 帐幅就比较小了 对于指数影响比较大 目前是盘中的回撤 好了 那在选股的时候 我们是否选对了呢 四大天王还是 Supermax Topglove是最强的吧 如果说你选错了股票 真的是会少赚好多 那如何能够知道你的股票 是不是对的股票呢 除了手套股 科技当中 哪些股票是比较好的呢 你看看你的股票 是不是选对了 是不是有炒家增仓 是不是已经在上市当中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 就可以发送你的股票代码 到下边联系方式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影片 对你非常有帮助的 请帮忙点赞 转发给你的股友 如果说你想要购买这个软件的 可以不打我们的热线 好了 那今天我们的早盘解析 就先到这里 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